肿瘤到了中晚期能吃下饭比吃药更重要 大家好我是中医肿瘤心理症 很多癌症患者到了中晚期都会有吃不下饭的感觉 那就是吃饭就像咽药一样 尤其是消化到了肿瘤食欲不振 现象是更加的明显 很多患者以为既然是癌症食欲不振 忍忍的就过去了 就会好 没什么大不了 其实癌症患者吃不下饭危害是十分大的 一般有三大危害 第一癌症是典型的消耗性疾病 癌细胞就像吸血鬼一样 和正常细胞增多营养 如果食欲不振 摄入的食物少了 肌体的营养就会减少 消耗就会增加 摄入量减少 原本营养失衡的肌体 就会因为吃不下饭而变得更加的虚弱 第二癌症发展到了中晚期 身体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亏需的状态 这时候急需外界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如果食欲不好 就会导致身体急需营养元素无法补充 肌体的亏需状态就会更加严重 癌细胞也会沉积而起更加的活跃 从而造成癌症的转移和复发 甚至是扩散 第三 中医有得胃起者生 是胃起者亡的说法 从这个说法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 中医把食物作为判定 主晚期癌症患者恢复情况的标准之一 而晚期的癌症患者恶化的开始 也往往是从被大家忽略的食欲不振开始的 病情 癌症患者之所以感觉没有食欲 不想吃饭 主要和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个原因就是肿瘤不断的增大 肿瘤本身会影响患者的食欲 要患者对饮食没有欲望 肿瘤代谢的主要方式是无氧的效解 其结果是乳酸增多 还产生一些炎性的介质 比如白结素6 这些介质导出中畜性的厌食 就是代谢紊乱 或者不想吃饭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治疗方面的原因 尤其是化疗和化疗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良反影响患者的进食 第三个原因就是焦虑等负面情绪 导致神经性的厌食 因为心情不好而不想吃饭 癌症患者如果要保证顺利进行治疗 并且保证体能就一定要保证充足的健康饮食 而且良好的饮食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科普肿瘤治疗的副作用 甚至可以耐受更大剂量的药物治疗 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 治疗时间明显比营养良好的肿瘤患者 治疗率降低 治疗时间更加的长 中晚期的癌症患者食欲不振 对疾病和身体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癌症患者 恢复食欲呢 中医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养胃器 护症器 蓄血器 在变量论证的基础上 在用药治疗上 药味追求平和 以顾护胃器强后天之本 理气护卫 健脾活血兼顾 癌症患者食欲不振的症状 究其根源还中癌症所引发的 因此临床治疗时应与健脾养血的基础上 酌情呢 加一些抗肿瘤的中药 以求呢标本监制 同时重视治疗后的调养 当然说 治病要三分之七分养 对癌症患者出现食欲不振 更是要这样 在治疗后的康护期 要多吃 富于营养 以消化的卵食 即时呢 生了油腻 以及硬性的食物 注意劳逸结合 加强了洗礼调色 癌症患者食欲不振 只是表象 和生存式的细细 就是脾胃功能虚弱 脾胃呢 为后天之本 细血生化源头 注意治疗癌症 如果不重视 调理脾胃 很难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关注收藏转发 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呢下期再见